三名員警在路中央設置 酒冊零檢站 一輛轎車經過 警方上前將他攔下 要求駕駛開進檢測區 沒想到對方油門一踩 加速逃離現場 警方以車號查出車主 開出罰單 車主卻出來喊冤 表示車不是他開的 梁先生又氣又無奈 因為自己把車借給獎信 有人對方疑似酒駕 才會闖零檢站拒檢 事後收到罰單 他聯絡有人表示 自己收到罰單 對方承諾會跟警察說 車是自己開的 沒想到遲遲沒有去自首 梁先生收到調照通知 要聯絡對方負責 但卻失聯身影 到現在我現在跟他講 他又說他沒時間 還跟我說 他車代要下來了 不能沒有駕照 把車子借給別人 最好的自保方法呢 除了是提出自己的 不在場證明之外呢 手機的通聯記錄 以及聊天的訊息呢 最好都做個截圖 這樣可以成為申訴的 有利證據 把車借給別人 難保會有意外發生 如果碰到類似情形 最好在收到罰單後 一個月內提出申訴 並提出外界證明 以及借車人聯絡方式 如果查證屬實 就可以撤單 民眾在把車借給別人時 同時也要做好自保動作 以免出問題時 還得自己承擔負責 接著 許志明 夏君辰 何慧榮 陳芷芳 新北市報導 接著